歡迎來到KGuyFish 已經很久沒有介紹耳耳了 大概有半年了吧 今天要來介紹一款4吋的Creature Bay 它是生物 Creature就是生物的意思 也就是說 它似不像 它這款就是Z-Man的 PoMetal Bus 這款就是的 然後它可以說是 TRD Bus 前身 TRD Bus 它們長得算是非常雷同 雷同 除了這個葉片長得不一樣以外 這款4吋的生物 之前有發過 一部影片是玩Frig的 實戰已經水中動態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影片的連結也會放在 這部 描述裡面 以及右上角這邊 會看到資訊 接下來就 邁入正題 這款耳 4吋長 從這邊到這邊 4吋長 兩個大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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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配兩個小葉片 這個大葉片非常柔軟 跟身體比起來它是 非常的輕薄的 它葉片就這麼薄 基本上是身體的 五分之一了吧 厚度是身體的五分之一了 柔軟就不用講了 你看 你這樣子拿 它整個葉片是垂下來的 整個葉片 然後身體是圈圈狀 這圈圈狀下水的時候可以夾在起跑 不過 應該是夾不多啦 你看這個圈圈的長度 有點短 我覺得有點短 那夾帶的氣泡應該是不會太多 有夾的話 下水的途中慢慢移絲 或者是依賴後續的操作 讓氣泡散開 然後這款有入鹽 這款有入鹽 捏起來會有一粒一粒的感覺 而且它入鹽不算少 所以搭配一個40的鉤子 或者60的鉤子 就可以玩 無牽的緩成 有機會啦 基本上可以啦 至少我 自己拿出來玩的時候 試的沒指的 當我想要玩無牽的時候 確實它只要搭配一個40或60的鉤子 它就可以做無牽的緩成 假如你無牽沒辦法下層的話 你可以 搭配一個插鉤 或者夾鉤 這樣子 你也是可以進行緩成的 可以 依據個人的喜好去調整 這隻耳重喔 我看看 10.9克 大概10.9克左右 先放旁邊 點一下它會用到 那這次我玩的吊塑 也是無牽的吊塑 通常啦 生物的造型 比較像蝦子嘛 但是 我個人呢 我個人 比較喜好雨型 我蝦型有障礙 所以我就異想天開的 把它 這兩個小葉片 這兩個小葉片 把它剪掉 來玩 然後再側著溝 跟它像一條魚一樣 這個方法有沒有試 還真的不知道 剪掉這個小葉片 這兩個小葉片 剪掉之後 沒有它的牽制 讓大葉片 在水下 下沉的時候 可以產生的擺動 整體來講它就像是一個 尾巴很大的 一條魚 然後效果 也是出其不意的 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我現在就來剪一下 就是把它這個小葉片 順著 順著這個 形狀 剪掉 兩邊都一樣 順著 形狀剪掉 這樣 它看起來 就比較像一條魚了 通常我都會把這個 它這個連結處 我都會把它拔掉 這樣它落下的時候才有機會擺動 那擺動的影片就像這樣 落下時擺動的影片 像它這個 留下來的一小段 你也可以把它修掉 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平整的狀態 為什麼我會說把它修掉 就是 它那個一小片 也是會造成它擺動的阻礙 有機會摩擦到 你減少了它 這樣子你 這邊 落下時你這個 大葉片的擺動 就會比較明顯 然後 勾法就是像剛剛講的 側的勾 然後 通常我都是拿 40的 40的勾子 這樣子 勾完 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60的勾子 勾完 大概會是在這個位置 會差不多在最後一節 先60的勾一下 這就很簡單啊 一般的勾法 只是我勾是側面 剛好會從最後一節捅出來 可以順便看一下 剛剛剪掉這兩個小葉片 是多重 一開始是10.9克 這兩個葉片 0.8克左右 所以 這隻耳 就是剩下10克左右 這個是60勾完的勾夫 這邊有一個 40勾完的 40勾完的勾夫 你會覺得它空間有點小 40的 右邊這個40的 你會覺得它空間有點小 但是 其實還好 它柔軟的程度 可以讓你輕易的 把勾間露出來 開槍的時候 這是柔軟的程度 所以這個鑿勾空間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擔心的話 你可以用60的 而且它這樣子 殘勾也是非常好殘勾 因為它 你就是可以用這個圈圈狀 去做 殘勾的動作 它這樣子 是很防掛的 這樣子的圈圈狀 然後開槍 又不會太難開 那因為 整體入園的關係 它落下只是 側 勾子這邊朝下 落下 這樣子落下 但是 到底的時候 它有機會 是躺著的 如果你不喜歡它躺著 你希望它 真的像一條魚 在底部這樣子 立著 你可以對它 身上的緣分 做一些調整 像是 勾間的這一個區塊 勾間這一個區塊 你可以用拉的 這樣子 你一直拉這隻耳 它鹽分會彈出來 你可以把上面這區塊的鹽分 彈掉 但是它落下的時候 它因為上面浮力就變比較大了 它就會整隻耳立起來 不過 鹽分如果去除太多 會導致你熱可能不會下沉 或者下沉的動態不如 我拍攝的水中動態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一些牽制品去做調整 像我這一隻耳 這一隻耳 它這邊 就是有加一個假牽 這樣子 去調整它落下的速度 以及落下的角度 你也可以用茶牽 這個就看人喜好 它這隻耳的操作 非常簡單 我會玩的操作都非常簡單 就是落下 就是玩落 然後偶爾的小跳 偶爾的小頭 在等它落 但你也可以嘗試一些其他的操作 像是邊斗邊收 或者原地斗 可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次的介紹 就這麼簡單 真的就這麼簡單 這只是我 突然突然 突發奇想的 把這兩個小葉片剪掉 然後 產生的 效果還不錯 我個人用起來效果還不錯 就是 如果有什麼缺點的話 就是 它這個葉片太軟 所以你拋頭而上 它風質不會比較大 你拋頭距離就會降低 儘管它已經是10克的重量 那這次就介紹到這邊 一樣很簡單的介紹 然後完整的旋轉動態 就在片尾 接下來 實戰吧 See you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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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ひ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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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